股民众生相 说说我身边几个新郎股民朋友目前的想法 今天来聊一聊八卦 说一下我身边几个现实中的朋友 他目前心灵股民老股民 他目前的一个内心里面的想法 那么大家的话也可以把自己身边的朋友的一个情况 来在评论区聊一聊 那么我能保证的是他的一个真实性 确确实实 是最近的话呢 陆陆续续有一些朋友说要跟我聊天 当然也有很久不联系的 包括亲戚 当然这两位纯粹的是 有两位的话纯粹是经常联系的 第一个就是A君 这个朋友的话我不得了 我非常的敬佩他 因为他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2018年之后 这个行情陆续变好 走出了一个新能源牛市 然后他呢一直没有入市 2019年 2020年都没有入市 2021年下半年的时候入市了 那么资金的话陆续从50万加到了100万 然后最高的话是加到了400万 这400万的话应该属于他的一个全部家当了 打工这么多年 是吧 上班这么多年 所有的积蓄 包括还有他家里面父母的一些积蓄 2022年初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个市场的话开始大跌 这个A君他一直的话呢 热衷于做这个短线 后来的话呢 发现短线不赚钱 开始做这个中线 那么中线的话呢 他买的是呢 买的是新能源 那么两次买的都是新能源 第一次的话呢 是在这个某一支票 也就是科创版当中的票 这个腰斩 当然前期做短线的时候 路途出去也亏了一点 后来的话呢 做这个腰斩之后又出来 出来之后又买了一支票 因为新能源嘛 抄底啊 抄底新能源啊 然后对新能源的话呢 是比较有执念的 因为2018年那一波新能源的行情 是2019年啊 那一波新能源的行情 真是太猛了 所以两次抄底下来之后呢 资金只剩下了70多万啊 不到100万 我印象中还应该是70多万吧 只剩下了两次腰斩 本来就400多万做短线 亏了一点 70多万 70多万这个时候呢 他还搞了一个 更加激进的一些动作啊 叫什么呢 叫这个借贷啊 他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威力带呀 包括各种平台啊 借了30多万出来啊 20多万出来吧 总共凑到了100万啊 又重新凑到了100万 凑到100万之后呢 再开了融资啊 开融资总共搞到200万啊 从这个去年下半年啊 在2023年下半年 2023年 这个下半年 下半年不是炒腰股吗 后来炒北交所啊 啊 炒北交所 那么在北交所里面呢 赚了一些 赚了一波大的啊 然后在2014年年初的时候呢 啊 大家都知道那一波行情是非常的惨淡啊 这非常夸张啊 这相当于他其实相当于的借贷之后再融资相当于是上了三倍的杠杆 然后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那一波行情基本上达到了只有24万了啊 只剩下20多万了啊 这个本金只有24万了啊 再加上这个借贷的一些钱的话呢 只有加起来是呃 40万不到吧 后来这个事情的话呢 他瞒不住了 他家里人知道了 然后 他家里人知道把别人剩余的钱收走了 也就是说他 到 啊 这一波行情呢 是没钱炒股的啊 他是零从零开始啊 啊 零元啊 所以 在这个4月份啊 这个2024年4月份之后 他就没没没炒股了 然后一直等等等 等到了这一次 那这一次的话呢 他他非常的猛啊 真的是猛 你说了400万亏的只有24万啊 也是短短两年多时间 应该来说是创了一个我认知范围内的一个记录 反正是我身边的现实朋友啊 我认为是一个记录了 所以他的这种行为的话呢 让我备受啊 这个感悟啊 毕竟的话呢是身边啊 对吧 在长沙的话你说有400万的这个现金还是 对吧 还是不算差的哈 咱现在归零了啊 那这一波他怎么玩呢 因为对自己的一个技术的话 是非常有执念的嘛 啊 他再一次启动的这个借贷啊 从5万啊 借从开始借5万 然后呢 哎 玩一玩还可以啊 呃 后来的话呢加到了10万啊 从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的呀 不是这一波行情啊 这波行情之前 他开始又开始从重新搞入市了 然后这一次的话呢 那直接是呃 又又从各种平台借到了借到了15万啊 昨天还加了5万进去 那总共的话差不多这么多啊 我听得了啊 当然了 大是大差不差的是这个金额 然后再开融资是吧 啊 追涨买入 就在哪一天全仓买入的呢 是在周三的时候啊 上周三啊 上周三的时候啊 追涨买入 就冲高回落那一天啊 早盘他就买了 然后冲高回落的话 下午他又在抱怨啊 然后然后第二天 对吧 他早盘卖飞了啊 也就是说周三早盘卖飞了 下午又出利好啊 中午出利好 然后他看到这个利好的话 那重新干回去啊 而且是啊 满仓满荣加借贷的钱 全部干进去啊 那这次干了 大家都知道结果啊 昨天一天他他的一个收益是15万啊 昨天一天赚了15万啊 相当于他全手上全是20厘米啊 然后他还昨天还还搞了5万块钱去买的那只妖股啊 新股C开头的两个字相同的那只妖股啊 所以非常的夸张啊 目前的话呢 他是什么 他是意气风发啊 意气风发啊 意气风发啊 对外来的话呢 充满信心啊 对外来充满信心啊 但实际上的话呢 在年初的时候啊 尤其是在 呃 这个本金啊 这个这个 被家里面发现了之后啊 然后 他其实是一度极度的消沉的啊 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啊 现在的话呢 股市要给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是我身边的人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那么 A军讲完了呢啊 这个我们不评判他啊 不评他 只是说给大家一个什么参考啊 B军啊 B军的话呢 就更有意思了 是一位老年人啊 跟我爸 跟我 我妈是同一年的啊 六六几年的啊 然后 呃 也是一个颇有投资精力的啊 这种风趣的老年人啊 我跟他基本上属于一个忘年交的一个状态啊 因为他 呃 擅长周一八卦啊 按他的说法的话 他是年轻的时候 对三教九流感兴趣 对对这个正儿八经的 呃都不感兴趣啊 只对什么三教九流感兴趣啊 呃 所以他炒股票的话呢 包括炒炒炒那个期货啊 九几年的时候他都经历过啊 06年大牛市他也是捞了一波大的啊 然后呃 这一波行情他怎么样子的啊 他是他是早早的就全仓抄底了啊 全仓啊抄底了 然后被套了蛮久啊 被套了蛮久 他的一个风格是什么呢 他的一个风格是长线啊 他不做短线啊 呃 然后昨天还是还是前天啊 应该是前天吧 因为 不是不是应该是啊 这个 周一啊应该就是周一啊 本周本周一啊 就开盘的一天 大涨了他来找我啊 他说啊 这个牛市来了 赶紧买啊 这一次不一样啊 他跟我讲啊 他30多年的股民经历吗 经历啊 呃 看好啊 很激动啊 这老年人 快60岁的 5960岁的 这是非常的激动啊 然后我问他你现在赚钱赚了多少钱 你仓位多少啊 他说他还有 呃 还有一只票没有回本啊 其他的几只票啊 他有四只票啊 其他几只票都赚钱了啊 昨天啊 还有一只票还没有回本啊 他说早就套进去了 早就买买早了 然后一直没有动啊 这是呃 逼君啊 是我的一个 我认为我 我认为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啊 非常非常完整的这种个人理解啊 体系啊 他也是有这种个人的理解 各种体系的啊 对吧 他呃 基本上他是他是国企退休之后啊 他是国企中途退休了 然后自己创业了啊 创业之后 现在基本上也是也是贤富在家啊 早退休了啊 天天天天在家里面下棋啊 哎 喜欢围棋啊 每早上下棋 然后偶尔看看股票 然后 呃 尽量出去打麻将啊 跟老友聚一聚啊 退休生活啊 非常激动 两个女儿啊 没什么压力啊 都结婚了啊 大女儿结婚了 小女儿还没有结婚的啊 但是小女儿的话呢 呃 也是自己在创业啊 所以 我觉得啊 这个毕君的话呢 呃 他的一个个人观点 也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呃 他认为啊 牛市来了啊 这次不一样啊 看好 但是我问他 你结婚会卖吗 呃 就是说他可肯定会减仓啊 肯定会卖一部分 因为太疯狂了啊 他这么多年都没见过 确实实实是如此啊 那么这是毕君啊 啊 C君是谁呢 C君是一个女 是一个女的同事啊 呃 是之前很久之前的一个同事啊 呃 跟他关系呢 也不是很好啊 在 一几年的时候 对吧 啊 19年的时候还是20年的时候 忘记了啊 呃 我炒股票 对吧 他我让他开户他不开啊 包括这个 22年的时候他也不开啊 呃 后来的话呢 股民印划税的时候啊 对吧 哎 我们闲聊在一起 对啊 最后我让他开户啊 他也不开啊 他觉得对A股的话 特别没有这个信心啊 哪一年呢 96年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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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昨天他突然找到我啊 有将近一年多没联系了啊 他突然找到我 让我给他啊 我买什么 他说他户已经开好了啊 准备投个五万块钱试一试 我说你投五万块钱试一试 我也不知道啊 我最近的话呢 我自己的话都都都没买 都仓位比较轻啊 甚至的话 仓位比较轻 基本上属于踏空的一个状态啊 他就嘲讽了我一下啊 你还会踏空啊 哈哈 啊 就是说 呃 我说你现在的话 你想法是搞一搞啊 你要是不怕的话呢 买什么都可以涨啊 就买 对吧 呃 就看你胆子大不大的 他说他的这个账户今天搞好 然后周末的话啊 这个放假期间入金啊 他也是周一找到的我 他说下周准备入金啊 入金的话去买买什么 他准备买一买指数啊 买指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的哈 啊 但至于买什么指数 我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上次指数还是科装买指数啊 我都不知道了 因为我 不会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朋友的话呢 扯上太多股市上的关系啊 啊 因为扯上就麻烦 他找你要股票你给还是不给啊 给对了 后面会继续要 给错了 啊 朋友可能都没得做啊 所以 亲戚朋友这一块的话呢 我是基本上不聊的任何股票的问题的 对吧 所以昨天的话呢 我有一个妹夫啊 就是我老婆的妹妹的老公啊 就是我妹夫啊 他这不炒股票的 天天天天上班之后写小说的啊 写那种网文小说啊 哎 写小说还能赚点稿费啊 他在跑我 他说哥啊 最近股市这行情挺好的 呃我我准备投一点啊 有什么可以 有什么可以 来我看一下那个流行记录啊 嗯 稍等一下啊 他说哥啊 最近股票涨得猛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我想看一下 我说股民已经疯了 股民已经疯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了 啊我自己的话呢 也不止也也没炒股票了啊 然后他说好吧啊 那我再看一下 我他说他觉得股民也疯了啊 越是亲近的人 越不能让他知道 对吧 我在搞这一行啊 真的是一个麻烦事啊 好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人啊 给我问这些事情 跟我聊股票 一关事都是没回的啊 身边朋友啊 对吧 那么从ABCD 重点跟大家讲的A军和B军啊 A军的话呢 是99993年的啊 这个啊 这个B军的话呢 是六几年的啊 一大一小 两种风格完全不同啊 一个是偏短线啊 这个搞激进派啊 他但是他的风格 A军的风格 也是经历了多种转化 他从最开始做短线 然后啊 夸夸夸赔钱啊 抓到一只牛股 发朋友圈啊 生怕不知道别人 不知道他挣钱啊 后来他受不了了 亏钱 然后买长线一套就是大半年啊 啊半年之后 新能源都知道腰斩 是吧 再腰斩 搞了一只生能源 斩了之后 又搞一只生能源 他都是他都是 为什么套在新能源呢 因为新能源中途有几次反弹嘛 啊小反弹大反弹都有 套进去之后他准备做长线啊 追进去了嘛 追进去之后等等等啊 包括这一次他其实五万块钱 刚入市的时候啊 融资到十万 他也是追了一只票 然后套住了 哎这只票的话 后来割掉之后啊 暴涨啊 然后他心态其实有点崩溃的啊 准备的话呢 收手哎正准备收手的时候 这波行情爆发了啊 那么 从一个从一个极度悲观的情况 然后疯狂的变到了一个极度 乐观 而且他中途的话呢 搞北教所的时候啊 都是全仓进出北教所的票啊 这非常的夸张了 大起大落啊 呃现在的话呢 相当于杠杆是提满了 但是我希望他这一次的话呢 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啊 能够呃 重新来 重重新挥到往日的一个辉煌啊 呃 那B君的话呢 就是忘年交啊 好吧 如果大家身边的话 也有这种类似的啊 这种股民众生相的话啊 可以呢 在评论区聊一聊啊 谢谢啊